107動力 107動力,何文健 每一次民主選舉都可以不流血 給人民將不滿意的政權趕下台 任何選舉制度的改變都用這個做原則 這次的補選的替補機制是違反這個原則的 但是政府為什麼可以提出這麼荒謬、這麼不合理的做法 就是因為有政黨政團、政棍 搞了變相公投 公投就是公投 這個世界沒有變相公投 如果一個公投沒有憲法基礎的話 這個也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現在要平息這個爭議 並不是要拉布和不出直開會 是公民黨、社民聯和人民力量 公開宣布不再搞同類的變相公投 不要被政府藉口搞和我們的選舉制度 好,謝謝